Cafe杯底部 你知道嗎? 我曾經在我最喜歡的咖啡杯底部 發現了一個小凹槽 它是壞了嗎? 好像也不是 它看起來像是故意製作成這樣的 從這之後 我開始對這些事情瘋狂著迷起來 在上網搜尋答案的過程中 我還發現了很多我每天不假思所使用的物品 都隱藏著不為人知的設計 在這裡我列出了最令我震驚的18個發現 第一 手扶梯兩側的刷毛 嗯… 它們可不是為了擦斜而設計的 實際上 這些刷毛有很重要的安全功能 或許你聽說過 大多數意外的發生是因為人們所站的位置 太過接近手扶梯兩側 以至於把自己的背包或衣裙卡進手扶梯裡 然而 當手扶梯兩側配有尼龍刷毛時 你只好讓自己的雙腳遠離手扶梯的圍裙板 結果呢 沒有意外 第二 亨式番茄醬瓶子上的數字57 當發現亨式番茄醬瓶子上的數字57 與產品商標無關時 我真的驚呆了 實際上 當需要番茄醬流出時 這個位置是輕敲瓶身的最佳位置 所以 不要再猛擊瓶底拉 按一下57吧 第三 毛帽上的絨球 毛帽上的絨球 是不是能讓你可愛被增呢 顯然沒有啦 發明這種風格的帽子 是法國水手們 帽子上的絨球其實非常實用 他們可以避免水手們的頭碰到船上低癌的天花板 再之後 熊球風格的帽子被應用於軍隊 最終他們被用來裝飾我們的毛帽 第四 捲尺上的插槽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 在幾乎任何捲尺的末端 都有一個帶有小插槽的金屬接頭 如果手上拿著東西 那麼你可以利用這個小插槽 把捲尺掛在釘子上 當你忙著計算長度時 捲尺還能保持原位 另外 小插槽的一端通常是鋸齒形的 這樣在沒有鉛筆的情況下 你仍然可以做標記 第五 牙籤上的凹槽 帶有凹槽的牙籤 隨你怎麼講 當我上網研究這些時 我發現一直以來 我使用牙籤的方法都是錯誤的 我指的是平滑的一端上 帶有凹槽的那種牙籤 如果在使用它後 找不到合適的地方放置它 那麼你可以在第一個凹槽處 把牙籤折斷 然後把帶有凹槽的一端放在桌子上 現在 你可以在凹槽上把牙籤架起 這樣 牙籤就不會碰到桌面了 第六 杯子底部的凹槽 實際上 杯子底部的小凹槽有多種用途 首先 它使杯子底部的空氣得以流通 當裝滿熱飲時 小凹槽確保了你最喜歡的杯子 在滾燙的情況下不會裂開 除此之外 當你把杯子倒置在洗碗機中時 小凹槽避免了水不會淤積在杯子底部 這樣在你取出杯子時 就不會有水灑在你的腳上了 考慮得真周到 第七 蘇打水拉環上的小洞 有什麼比一罐蘇打水看起來更普通的呢 先別那麼確定 它也有自己的秘密 譬如 請注意蘇打水罐子上的拉環 你看到拉環上有一個大小適中的洞了嗎 讓我來介紹一下這個獨特的吸管固定裝置吧 你只需要把拉環旋轉到罐口處 然後把吸管插入小洞中 誰能想得到呢 第八 iPhone照相機旁邊的小圓點 儘管大多數人都這麼認為 但iPhone照相機旁的小圓點 並不是閃光燈喔 準備好聽聽這個 它是當你打開後製照相機時 用來錄音的三個麥克風之一 當你在吵雜環境中錄影時 它還有消除背景噪音的功能 第九 油桶上的孔 你或許想知道 為什麼大多數油桶上有一大一小 兩個帶蓋子的孔 以前 我還以為這個小孔 是用於把液體倒入較小容器時使用的 但我錯了 實際上 在把汽油倒入較大的桶孔前 你需要先把它打開 這樣避免液體從桶中溢出到你的衣服和地板上 第十 筆蓋上的小孔 老實講 我原本以為大多數筆蓋上的小孔 只是為了保持墨水流動性所做的另類設計 但並非如此 顯然 圓珠筆製造商比你想像的更了解小孩子 例如 他們意識到 某天有個小孩也許會被這個看起來全然無害的筆蓋噎住 而為了避免小孩窒息 生產商們開始在筆蓋上設計小孔 這樣即使筆蓋卡在了小孩的喉嚨中 仍能有空氣進入到他們的肺部 第十一 兒童防護型藥瓶 當你用盡全力想要打開兒童防護型藥瓶時 有沒有特別抓狂 那麼你應該能明白我找到能打開藥瓶更簡單的方法後 那種解脫的感覺了 當你周圍沒有小孩時 把瓶子翻轉過來 瓶蓋朝下 就像這樣 兒童防護功能被破解了 第十二 F和J按鍵上的凸起 鍵盤F和J按鍵上的小凸起 是為了讓你在打字時不需要低頭看鍵盤而設計的 這樣你便時刻都能知道食指的初始位置 而後 就完全靠你的肌肉記憶了 太糟糕了 我的肌肉很健忘 第十三 掛鎖底部的小孔 這個小孔有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它有助於排出在室外使用時 鎖內所近的雨水 這樣也避免了掛鎖、生鏽和堵塞 除此之外 為了防止掛鎖被卡住 你可以通過這個小孔為掛鎖的腳鍊上潤滑油 你還應該記住 你最好只在室內使用沒有小孔的掛鎖 第十四 燃油表箭頭 下次當你駕駛轎時 請留意燃油表上的油箱標誌旁的小箭頭 箭頭所指的方向並不是隨機的 它顯示了油箱位於汽車的哪側 相信我 當你駕駛著租來的轎車到加油站時 你就會知道這個功能的重要性了 第十五 衣服上附帶的方形布料 在新買的襯衫或褲子上 總附著一個裝有一小塊匹配布料和扭扣的密封袋 我總是對此匪夷所思 嗯… 贈送扭扣的用途很明確 但布料是做什麼用的呢? 事實是 你應該首先在這塊布料上試用你的清潔產品 這樣在清洗時 你就不會毀了整件衣服 第十六 塑膠杯蓋子 乍看之下 一次性塑膠杯上的蓋子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它們防止杯中飲料不會溢出來,對嗎? 不只如此 當你找到一個舒適的地方 準備吸口飲料時 你可以把這個蓋子用作杯墊 如果仔細觀察 你會發現上面的獨特小凸起 正好可以緊緊卡住杯子底部 每一個杯蓋的尺寸都對應著杯底的大小 第十七 筆記本上的編劇 好吧 我得承認這個發現讓我大吃一驚 事實上 最初筆記本的編劇 不是為了做補充說明而設計的 這其實是為了保護你的工作 免遭老鼠的侵擾 在那個年代 老鼠是人們家中的常客 他們很喜歡把紙張作為零食 這就是為什麼通過預留夠寬的內頁編劇 筆記本製造商 確保了紙張靠外側的文字的完整 呃…老鼠… 第十八 寬威帆布鞋兩側的小洞 我必須承認 我是一個狂熱的帆布鞋收藏粉 但即使我有無數雙寬威 All Stars休閒鞋 我從來沒弄明白鞋地旁的兩個小洞有什麼用途 我是說…我從哪裡讀到過他們是為了增加空氣流通 不是吧…僅僅通過兩個小洞 原來我的懷疑是正確的 實際上這兩個小洞是為了綁鞋帶而設計的 因為運動鞋最初是為了籃球運動員發明的 這個有趣的小洞設計 使鞋子可以合適任何運動員的腳 他們只需要用對自己而言最舒適的方式綁鞋帶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小物品中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特殊用途 你呢? 你知道有什麼其他隱藏著特殊用途的物品嗎? 在留言區中告訴我吧 如果你今天學到了新東西 那麼請給這個影片點讚並分享給你的朋友吧 但是…嘿… 先別忙著去研究你物品中的隱藏用途 我們為你準備了超過2000個超酷的影片 你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選擇一個影片 點擊開然後盡情享受吧 持續鎖定量生活頻道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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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